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思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近排天氣開始轉涼 又令到很多人蠢蠢欲動 要出去做運動 一般來說,運動都是跑步、游泳 但不是適合所有人 元醫生,你有什麼提議給我們的聽眾? 如果大家留意,很多人會跟你說 我今天走了一晚步 還有現在有很多手機 加上很簡單的配件 通常有一個配件是掛在手腕 或者掛在腳或腰 就會量度到每一次步行的次數 所以現在很多話題就是這樣 包括我自己的姐姐在內 她也是 喜歡從家裡走下去,走下山 每天走多少 即是這個差不多一種潮流 我相信大家也可能有些朋友 經常在談話之中 說來說去,我走多少步 有些人說法是一天走一萬步 有些人說一萬步不夠,我走得更多 通常我聽到的故事都是 我會的目的就是每天都走一萬步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因為過度的爬山也好 走山,香港的山也有些都挺區區的 搞到膝蓋就傷了 就要坐輪椅,走不了路 那最後就說要開刀 當然了,結果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治療 吃些營養素 當然加上一些藥物 結果他就避開刀 但是結果他就去游泳了 這個朋友我認識他 他做事是很薄薄的 他做什麼都是很投入的 但是有時候你看到 過分投入會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最近在網上也看到 現在網上有很多這些健康的資訊 我接收了一個 就是關於健健酒的方法 他也提及了 他有個個案 有一個人每天走二萬步 做傷了膝蓋 另一個個案就很有趣 這位人士每天走得更多 三萬步 結果走到大腿骨都斷了 這個就比較怪 對,真的過分了 其實跟大家經常都有提及 很多時候我們的健康 不只是靠運動 尤其是過量的運動 健康是很適合我們的營養 營養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營養方面不足夠 運動對身體來說 可以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有些人因為想減肥 每天就數步 你知道通常這些人 本身已經是肥胖的 所以平時都不是那麼膩 突然之間 因為這個健康的風氣 突然之間加入 就過度走 結果就搞傷膝蓋 懂得其飯 也有些情況 也在網上有記錄 有些人走到整個膝蓋都腫了 嚴重的個案是一個六十多歲的人 體重六十公斤 也不是那麼差一米六 過半月之前 每天步走十五公里 當時在鍛鍊期間 有些腰酸背痛 也屬於正常的 但走到半個月之後 一起床 就覺得 右邊的大腿根部很痛 當時還可以走路 以為只是扭傷 結果就頂著沒有去醫院 後來就越來越痛 病人才走到醫院 檢查發現 原來大腿的骨頭 是走到斷了 這些就真的太過分了 是的 所以很明顯 你的身體能夠承受 每天能夠承受多少步 這個似乎每個人的承受 運動量都不同 如果平時有適量運動的習慣 每天一萬步 兩萬步其實都不困難 但因為平時缺乏運動的人 突然之間一天走上兩萬步 這個也可能會對心血管 還有你的運動系統 是造成很大的負擔的 如果堅持繼續這樣做 結果就走出關節問題 硬帶、骨骼的損傷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朋友 他是一個他經常做的 他不是突然之間去做的 他差不多是行山的習慣 是很久很久歷史的了 每個周末就跟朋友走幾個小時 結果他的膝蓋就傷到 就要換膝蓋 所以運動是要懂得怎樣運動 要適可而此 一般中老年人來說 每天堅持負荷的鍛鍊是50分鐘以上 但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如果要算行的步數 大概是五千至一萬步之間 不需要太高太高 其中這個也有建議 中國營養學會的推薦 他建議成年人每天進行 累計相當於六千步以上的身體活動 即是每天行六千步 即是大六千步 最健康的指標 能夠一口氣 將這六千步完成 健康就會有明顯的改善 俗意有講一下這些 他說飯後百步走 能活九十九 每天我們上去廁所都走幾步 上樓梯又走幾步 辦公室裏面又走幾步 除了這些零零碎碎的步數 每天能夠一口氣走上六千步 就真真正正能夠改善大家的健康 這個不是那麼難 通常是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就已經是做到的了 有些人問 什麼時間是最好呢? 即是走的時間 原來最佳的鍛鍊時間 是早上八點到十點 如果有些人晚上喜歡飯後走 就不要走得那麼厲害 真真正正所說的運動 能夠在早上八點到十點就最好的 好了 我們心臟一天裡面通過跳動 就要將那些血推出去 要成十萬次 當然血推出去之後 還要回來的 是 好了 這個是怎麼回來的呢? 原來我們身體有成六百四十塊肌肉 只要肌肉運動 就能夠將那些血推回到心臟 心臟崩是崩出去的 心臟崩是崩出去之後 它不會有一個崩是吸它回來的 不是吸它 所以怎麼回流呢? 血怎麼回流呢? 其實是靠我們身體六百四十塊肌肉的 譬如我們的眼睛會開開關關 每次打開關低再打開 這種用力的運動 這隻眼睛開閃的運動 其實是把眼球上面的血推回到心臟 即是我們眼皮的開關都會有這樣的 我們的走路呢 每走一步呢 就是把身體腳上面的血 擠回到心臟 怎麼做呢? 我們走路的時候 將肩膀擺起來 即是和手擺 擺到肩膀的平 也不用擺到過高過頭 總之一、兩隻稍微擺一下它 是 那個步伐呢 都打開一點點 即是不要太細步 稍微大一點點 配合呼吸 每天堅持呢 十五到二十分鐘呢 比在做兩個小時呢 更加有限 即是不需要很長 總之是做得對呢 其實那間是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呢 其實已經不錯了 那麼也很多人都有機會 即是在街上走 是 是 下班啊 即是出去吃飯啊 之類之類 趁那時候呢 就走就走快一點點 用這個方法 走快一點點 是 好了 我們說 這個健步的風氣 有原因的 為什麼很多人突然之間 會喜歡走這件事呢 原來我們發現 走路呢 其實可以預防有些癌症 可以癌症 是 如果能夠每天堅持 比如走一英里 即是二十分鐘之內 走了呢 對於乳腺癌 前列腺癌 腸癌的防止呢 都有明顯的益處 最高呢 可以減了成五十個巴仙的死亡風險 哇 這個真是 乳腺癌 因為這些 現時來說 患上這幾種癌症 明顯的人口都增加了 也是那個 年齡的層都是降低了 如果單單可以堅持走路 都可以減低了 有五十個巴仙的死亡風險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預防工具 沒錯 這是最多預見的 乳腺癌 前列腺癌 腸癌 差不多最多的 頭幾個的癌症 那預防乳腺癌呢 你發覺呢 有一項呢 就涉及四十萬 四百萬女性的研究顯示 任何年齡的 年齡階段的女性呢 堅持每日快走一個小時呢 都能夠令到 乳腺癌風險減十二個巴仙 這個法國的研究 那另外一個 是減低大腸癌風險呢 就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 那針對了七萬人的長期研究發現呢 每日走路一個小時呢 亦都可以減低一半患大腸癌的風險 嗯 那另外呢 就是那個患的那個 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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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死亡率很高的癌症 是 每日飯後散步三十分鐘呢 能夠使患乳腺癌風險呢 是減低一半 研究發現呢 乳腺癌呢 多和熱量過剩有關的 那當然呢 走路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呢 就是消耗這個大量的熱量的 是 好了 那還有呢 抵抗前列腺癌了 那美國加州大學呢 能夠針對了 1455名前列腺癌的患者 進行長時期的那個 那個隨訪後的發現 每週只需要快走三個小時 一個星期裏面 嗯 這樣的癌症惡化程度呢 比不運動的人呢 是降低成57% 嗯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算有癌症的人呢 是 都不要 就是不要說 因為我有病啊 是啊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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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覺得自己患病之後呢 什麼都不做了 什麼都不敢做 是 以為自己沒有力了 那麼慢慢做吧 就是不會說 就是沒有過量 是 好了 那第二狀況呢 是能夠提高免疫力 這個是英國的拉夫寶大學 研究 還發現呢 每日快走 可以提高免疫力 令到感冒呼吸系統的疾病呢 那個患率呢 是減低30%的 嗯 那還有就是預防心臟病 每日健走30分鐘呢 可以維持心肺功能的健康狀況 嗯 那個防止糖尿 這個是美國那個護理健康研究 那個燈行載了呢 一日健走一個小時呢 對二型糖尿呢 是有50%的預防的效果 你看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常見的問題 是 好了 還有避免脂肪肝 研究發現呢 常走路的人的血液循環較好 血呢 可以流到最 即是最 即是最 即在肝臟的 肝臟的 的血呢 很多的所謂 中刀眉絲血管的末甸呢 肝的代謝功能都會更加好的 嗯 嘩 都聽了一口氣 聽了很多關於走路 即是健走的方法的運動呢 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幫助呢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這一節我們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再回來 我們繼續自然療法語 繼續跟袁醫生怎樣探討 這個最健康的健走方法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最健康的健走方法 袁醫生 休息之前 你一連串說了 健走的方法 在科研上 可以處理身體健康問題 其實還有沒有其他方面 可以提供給我們的聽眾 還有一樣 預防動物硬化 大家都知道動物硬化的問題 持續20分鐘以上的健走 有幫助分解燃燒體內的中性脂肪 預防動物硬化 還有延遲關節腿力的衰老 美國關節炎和風濕病的雜誌報道 與跑步相比 而且走路對關節的損失比較少 能夠延緩關節功能的衰退 亦可以加強肌肉的功效 有助於維持下肢的良好能力 亦可預防骨質鬆疏 老人家通常會很容易出現問題 是跌倒 即腳沒有力 突然間跌倒 當然身體腳下肢的力度 都是靠下肢肌肉的 除了神經系統的平衡問題 我們也要知道 是我們平時肌肉的鍛鍊 是會幫助我們 幫不幫到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記住 下腿、下身的肌肉 是會加強之後 是會幫助我們 這些跌倒的意外出現 除了我剛才所講的 科學科研方面的證實 實證 跟我們多方面的人類的慢性病的益效 還有一件事 我們也要跟大家分享 他有說的 就是正確的走路姿勢 是的 因為有時在休氣徑、球場 各式各樣的人的走路方法都有 誰知為之是正確的呢? 我記得我有很多延前 我有次在一個遊樂場 在保雲道上面 小小的遊樂場 看到有個媽媽在操練兒子 兒子是肥肥肥肥肥肥肥 叫他跑步 兒子的跑步時 就是垂頭的頭 一手就放在那裡 很勉強、很辛苦 一隻腳踢踢踢地跑 當然走路的姿勢很重要 正確的走路姿勢 當然頭要抬高 下巴就要突出來了 就可以幫助你集中注意力 還有兩個肩膀要稍為向後拉 將胸膛頂前 這是幫助我們吸更多的新鮮空氣 好了 下肢方面 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向前走的 主要是靠後腿的推動 後腿的重心 是放在後腿的腳趾 大指母之間 不是腳跟去推動 是腳趾 大指母子那裡 加後腿去推動 我們膝頭 就盡量保持直 即是記住 你可以想到 走路是上腿去動 而不是膝頭來扭轉去動 所以膝頭是要保持伸直 靠後腿和臀部 來推動向前的動力 好了 當然我們的腳也要向前 即是正正向前 不要有八字腳 或者入字腳 這是大家要留意的 手方面 是自然擺動就可以了 擺動的時候 手心的掌心 就要向下 即不是向天 向下 手指就向前 這是最普遍的姿態 你不用把手折在一邊 總之在垂下之下 手指就向下 手指就向前 這種自然擺動 就是我們最簡單的被捕的動作 還有一件事 我們希望在做的時候 我們之前稍為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雖然劍部本身是很簡單的軟身運動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 有機會 就做一整個新的伸展運動 即是暖身運動 然後再進行這些步驟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香港很多人做很多人做的 我們過去在診所裡 有很多人喜歡玩的一個設施 就是跳彈床 跳彈床 很多時候 其實跳彈床 可以這樣說 是一般的 這麼多種運動 是效果最好的 嗯 其實主要是我們那個運動 剛才所說的 目的是 用肌肉 將我們身體的淋巴和血 是推回回心臟 是 其實跳彈床的動作 可以這樣說 是壓下壓下壓下 在那個過程裡 你身體的大肌肉 就在那裡抽縮 Squeeze Squeeze 所以跳彈床 是一個最有效的簡單的運動 如果家裡有一張簡單的彈床 10分仔可以消耗他們過量的精力 是 大人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彈床床的好處就是 幫助你身體的平衡 是 你記住 年紀大的人 很多時候出問題 就是不小心跌倒 跌斷了那個寬關節 接著就是出現肺炎 接著就最後過了身 那這個是常見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那個 在我們日常的那個 運動方面 健步走 跳彈床 這是一個很好的 保健的運動 是喔 今天介紹了一些 很簡單的運動 給大家去保持健康 有科學的研究 證明了 我們持續性的健步走 是一個很有效的帶氧運動 那另外呢 如果是受到外面環境的影響的時候 可以在室內 用那個跳彈床的方法 亦都是一個可以 令到增加個心肺功能的運動 還有最重要 好像剛才余醫生提過 是可以訓練我們那個平衡力的 無論是小朋友 或者是年長的長者 他們的平衡力都很需要去注重 好 謝謝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在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大家收聽 拜拜